大家好,我是疾管署防疫师陈婉清 防疫期间为了您的健康,请持续配合各项防疫措施 如果您是正在居家隔离或检疫的民众 请留在家中或隔离检疫场所 不可随意外出并留意自身健康状况 若您在隔离检疫期间出现发烧、受胃节育育肠、腹泻、 呼吸道症状或身体不适,请佩戴口罩 联系卫生局或1922病医指示就医 不可自行搭乘大众运输 如果您有洗牙、健檢等非紧急医疗需求 请先暂缓延后,待隔离检疫期满,再安排 感谢由您配合防疫措施,共同守护全民健康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家新闻,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櫻花季各地开跑 也成了近期许多游客追逐旅游的景点 像是在基隆中正公园天鹅洞,樱花陆续绽放 吸引了不少摄影爱好者前来取景 而在西安产业道路的樱木花道 三公里沿线的樱花也陆续绽放 预计农历年节将会达到高峰 多多的樱花开在枝头上 一株又一株的樱花树陆续绽放 透露春天的气息 摄影爱好者早就迫不及待前来卡位取景 拍下最美一刻 花矿都很好 为什么 这可能跟气候有关 像去年我也是这样的 前台湾跑去年的状况就不是 还好OK啊,今年比去年好 怎么说去年怎么样 去年不好啊,下雨啊 位在中正公园的天鹅洞 是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但鲜少人知道,每到春天 这里樱花陆续开放 不只鸟类前来,连蜜蜂都来采蜜 过人前后,过人前跟后 这里是季隆拍鸟最好的地方 而且又近,花又,状况又好 都一去晃了,晃了 那个鸟都会来吃 而同样在七都,马林的樱木花道 全长三公里 沿路的樱花悄悄开了 预计农历春节期间 会达到高峰 将会吸引一波赏银人潮 不是比较晚 因为今年的气候比较好 去年因为在过年的时候 有下雨 樱花就是怕下雨 下雨就打落了 今年看今年的天气很好 刚好很适合 各地樱花香气盛开 为了即将到来的春天暴喜讯 民众春节年假出游不想塞车 不妨把握一年短暂的花旗 前来赏花 记者 黄少铭 基隆报道 口罩十明日满一周年 行政院长苏贞昌 特别到基隆口罩工厂视察 在春节前夕 为参与口罩制作与配送的 国家队成员加油打气 从第一层防泼水 第二层熔喷不织布 第三层清肤层完成 再上耳带与编带 检验员专注的检视生产线上的每一片口罩 穿着防尘衣的行政院长苏贞昌 在经济部长王美花 金融市长刘昌 雨滴法员蔡思英 邱成远等人的陪同下 进入吴城市实际查看口罩制作过程 在口罩十明日满周年的这一天 苏贞昌特别到基隆视察口罩国家队 顺意立口罩工厂 了解口罩制作及运送流程 也为厂商加油打气 今天是口罩十明日实施一周年 那回想去年疫情刚爆花时 大家知道各种资源缺少 连口罩都限定一人三片 一片八块钱 现在因为我们厂商的努力 能力 国人同胞一起合作 已经是十四天十片 而且一片四块钱 可以说是台湾大家知道 我们是同一国的 只有齐心合力 才能同舟一命而且好命 所以特别来给厂商加油 感谢 跟呼吁国人同胞 要珍惜合作 让我们的防疫第一名继续下去 国人同胞会安全也好过年 经济部长王美花也特别感谢 顺毅力等口罩国家队的支持 在短时间内扩大产能 协助台湾防疫有成 这个口罩队呢 就非常谢谢大家 真的是爱台湾 那我们当时也非常谢谢 房治所博雄主任 非常好的桥梁 而且指令使命必打 每天每一台机器 一定要超过十万片 甚至顺毅力每次回报 都是不错不错 不只扩大口罩产能协助防疫 顺毅力更积极投资设厂 自动化生产口罩外销全世界 金融市长刘昌直说 是中小企业产业升级的典范 我们金融其实绝大多数 都是中小企业 那当然如果未来有更多的 这种国家的力量的一个协助 我相信全台湾的中小企业 都会像这一次防疫的这个产业 口罩队等等 其实会有更长足的一个进步 那我相信对国家的经济的发展 也会更有帮助 那当然这一切是要非常感谢院长 他特别是经济部 所属所辖的一个协助 我们顺毅力公司 才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 真的是完全的蜕变 最后苏贞昌等人到出货区了解油物市到口罩工厂收货上货情形 并再次感谢所有为防疫努力 坚守岗位守护台湾的英雄们 苏贞昌也提醒国人 疫情尚未过去 大家要继续坚持做好相关防疫工作 未来国家才能更好 记者张旗团金融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由金融市环保局举办的新火相传 丙扫作归来年终大扫除活动 由各区区公所一帮接一帮 办理环境清扫工作 最后一站来到仁爱区 由环保局长和仁爱区各里的环保志工 进行适施活动 要让金融环境在新的一年 都能干净舒适又美丽 仁爱区各里里长在活动看板上签名 象征年终大扫除各区接棒活动 来到最后压轴的阶段 而今年除了环境清洁之外 更举办烟蒂不落地的竞赛活动 环保局呼吁大家一起来响应 我们今年是从以前的国家清洁周 变成一个国家清洁月 我们金融有七个区 我们从中山区当作第一棒开始 那一直到今天仁爱区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国家清洁月 那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四名好朋友 趁这个在过年前的一个好天气 每个人都可以来进行一个环境的大扇扫 那让我们能够以更干净更好的一个环境 来迎接新的一年 那今年度的一个重点有放在烟蒂 我们也举办了一个小小的竞赛 我们希望由各区来捡这个烟蒂 来做一个比赛 那今天最后一战到时候我们都可以统计七区 然后这样捡烟蒂的一个成果 然后我们给予这样的每个区域 来给予一点小小的一个奖励 那这样一个示范运动 希望让所有的四名好朋友 记得在抽烟的时候 一定要把你的烟蒂做好的处理 不要随地的乱丢 主办单位特别将年中大扫除活动 最后一战安排在仁爱区 成人礼民活动中心举办 在试试大会仪式完成之后 各礼环保志工各自分散 进行环境清扫工作 藉由热心的志工们 在礼林巷弄内打扫居家周边环境 清除垃圾 烟蒂以及积水容器 让世荣焕然一新 今天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清纯的日子 这对我们民生来说的很大意义 大大谢谢大家都出来拼扫 现在因为黄医的期间 大家这个活动 大家都跟他们宣传 都一定要戴口罩 大家要保持安全的记忆 拼扫大家非常精神很好 环境的维护的话 除了自己住家的附近 大家各自会主动性的去做整理之外 社区每个月 我们会固定有一天的时间 会跟环保志工约 然后大家会到各个角落去打扫 那每个月的走的路线都不一样 那这样子的目的就是希望说 可以让社区每个角落都有被照顾到 基隆市环保局表示 环境清扫工作 特别要注意容易脏乱的死角和积水容器 并且呼吁民众千万不要乱丢烟蒂 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 有干净舒适的居住环境 记者基隆综合报导 在这里来看 人称何老爹的何国魂 是艺人何润东的爸爸 他几乎每年都会为有瑞地区的弱势家户 围挪伴桌 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改正民生物资 及每户3000元的春节红包 帮助有瑞地区 大约40户的低收及边缘户过个好年 在基隆市议员杨秀玉 七堵区长林金正 以及友一里长陈春妍 和友二里长苏秋福 以及锦三分局复兴派出所所长 张文德等人陪同下 国际巨星和润东的爸爸 仍称何老爹的何国魂 亲自拜访弱势边缘户 制作面条 沙拉油 礼盒等民生物资 以及每户3000元的春节红包 因为我们大家都要饭吃 大家都很愉快 没有肉食的话 说实话 到底没有了 小家里没有 那么过来 希望大家都快快乐了 帮了他们是我们大家的好事 特别是看到友一里 弱势边缘户民众 睡得床太过老旧 何老爹立刻表示 要出钱替民众更换 让大家都很感动也很感佩 那有很多这个偏乡地区的一些比较边缘户 或是地收入户的一些家庭 他一直以来一直默默的在 不断的一直在行善 那所以我今天也希望说 藉由这样子的一个 他今天这个寒冬送卵 来这个感谢他代表我们金融市的乡亲 来感谢老爹 对这个社区的一个关怀 那这个部分有包括像何老爹 这种三星人士 那也有一些团体 那所以我们公所这边 如果是属于这种边缘户的 我们都会看他的状况 会转介给这些三星人士跟团体 来做政府不足的部分的协助 那很感谢这些三星人士跟团体 那让这些边缘户 能够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 他说谢谢我们何老爹 他每年都有寒冬送来 感谢他 我们何老爹这个爱心 我们有恶理 我们所有的边缘人 边缘住户的帮忙 谢谢 感谢何老爹 谢谢 虽然说这个不是警察该做的工作 但是可以为民服务 又可以兼行善 这个部分 那拍手同仁在协助的时候 都觉得很乐意 那感谢何老爹 那希望何老爹这个善举 那有这个抛砖引玉的这个效果 能够延续到全市 居住在七都有类地区 人称何老爹的何国魂 几乎每年都会为有类地区的 弱势加户围如伴桌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配合政府防疫政策 改制赠民生物资以及每户三千元 总额十多万元的春节红包 帮助有类地区大约40户的低收以及边缘户 希望让弱势民众感受来自社会的温暖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一人许孝顺上周六到基隆庙口发春联 被问到是否参选下届的基隆市长 他们松口会跟谁合作 不过对于最近鸡排妹遭性侵骚扰事件 自己无辜遭受波及 他强调已经组成了50人的律师团 将对攻击他的网友来提告 奔向幸福 然后恭贺新春 希望这个春节就是万物发芽 生机的开始 一人许孝顺在基隆庙口奠基工前 写春联发送 民众抢排队 意味着替友谊参选2022年 基隆市长有备而来 我往那个方向前进 但是我最想合作的 是我们基隆市的市民 我们基隆市民在这边有很多吗 如果以后希望许孝顺为大家合作 请掌声鼓励一下 热关起来 也希望说 开玩笑的说 你选上来给我们一个一冠半集 会不会号召这个演艺圈 大家的一些年轻的或是说 师傅级的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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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 找来好朋友站台 但对是否独立参选 或者有合作空间 徐孝顺这么说 不排斥跟任何人合作 任何党派合作 所以选到底 我觉得上天有一个最巧妙的安排 今天刚好在庙前面 老天爷也在看着徐孝顺 到底呢 你每一步路是不是走得很稳健 他带给人家的那种正向的气息 我觉得他来当金融市长 我就会带给金融市会 不一样的整个气氛 好像很早就开始讲了 对 所以就是有在关注他 地方越来越好 而因为鸡排妹性骚扰事件 无辜烧到他身上 接受媒体采访时 用这样子来形容 但是呢这一次呢 因为这件事情 当然第一个 那个画面也不是鸡排妹制造出来的 他也没有讲任何话 他今天为严正声明的说 这两位大哥 他没有任何的 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那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 你说我已经被伤害到 他说许少胜GG了 市长还要不要选 然后等他 就同等于 你看有一个人 在里面写的很重要 就是说 当他要选市长的时候 把这段拿出来 那这跟有一个人被打 旁边的人的话 何夕何夕有什么两样 他其实加油天助 真的会伤害一个很努力 希望地方上好 希望上人心 大家都很温暖的一个人 受到很严重的伤害 所以呢我们过完年 马上 因为早上去跟 所以我们律师团 谈了结果 他讲说 有人犯罪 有人去提告 照到网友留言攻击 徐孝顺说 已经号召组成50人律师团 要让孙明付出代价 而不管是写春联 还是出来澄清 徐孝顺每走一步 都是美光灯焦点 记者 黄绍明 基隆报导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御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各位视频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长林悟昌 那在这个睡末的时候呢 特别借今天的机会 跟大家拜个年 祝大家新的一年呢 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心想事成 一切顺利 那2020年呢 说实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是一个不平静的年 那不过2020年已经过去了 那我们迎接2021 接下来要农历过年 那除旧不新 把这个过去的这个过去的这些会气 还有疫情呢 把他留在去年 把他留在去年 那迎接新的一年 我相信台湾会更好 台湾加油 包括镇兵鱼港色彩屋的光雕活动 同时也入选 同时也入选为2020年前十大的热门国旅城市 基隆市 基隆市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文化的地方 也有很多好吃的美食跟美丽的景点 我们在这里欢迎大家到基隆来玩 新的一年奔向基隆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农历春节将至 基隆市长夫人吴秋英 亲手制作彩色发糕 送给基隆市政府第一线的服务人员 与媒体记者 色彩缤纷的彩色发糕超吸睛 吴秋英表示 今年新增的红枣可味 具有吉祥寓意 祝福大家牛年都能发发发 带着自己亲手制作的发糕 基隆市长夫人吴秋英一一赠送 给基隆市政府一楼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 与警卫是远景 感谢这一群第一线服务市民的同仁辛劳 各种颜色的发糕 除了糯米制成的原味外 还加入了红曲抹茶 南瓜 紫薯及巧克力等元素 色彩缤纷相当吸睛 其中这款红枣口味 是今年特别研制的 制作过程很耗费时间 希望祝福大家早发 真的是红枣 所以不只是要发 而且还要早发 红枣发糕 所以不只要发 还要早发 那这个换新口味 制作上有没有比较困难 做法上有点不太一样 而且这个呢 这个里面的配方 跟其他颜色配方 也有一些不一样 真的是纯米的 所以就是 除了纯米的米粉以外 还有那个红枣 红枣要先 有前置的作业 对对对对 然后弄成枣米之后 把它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总会想到要 把红枣放进去发包 因为我想说 今年应该要有一个 不一样的口味的一个 一个变化 对 那我觉得红枣其实蛮好的啊 因为红枣的那个 意思其实是很好的 对 尤其是在过节的时候 对而且红枣跟发包 凑在一起就是 有那种枣发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很好 大家都很想要枣发 谢谢快乐 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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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像味俱全的发包 让收到的服务中心同仁 相当开心 吴秋英也期盼 透过农历春节 必备的传统美食发包 预祝大家牛年都能发发发 记者 张其滩季永报导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卫福部基隆医院 未来要增进和社区 良好的互动关系 特地邀请专业的摄影师 也是基隆市长林佑春 现任摄影官 钱盛玉 在基隆医院一楼院使 艺文走廊 展出摄影作品 提供民众来观赏 在基隆医院院长林庆峰 副院长罗景全 秘书李林美 以及立委蔡世英 和基隆市政府新任 产发处长林建峰 和基隆市议员陈怡等人 一起揭幕下 专业摄影师也是基隆市长林佑昌 现任摄影官钱盛玉 名为山与海 城市与我的摄影展 在基隆医院一楼院使艺文走廊展出 希望在疫情升温的现在 用相机快门记录下 基隆这个城市各个角落 呈现在地多变的面貌 带给基隆在地朋友们 多一些想像 以及真实的基隆人文地景 可以欣赏 今天的这个照相摄影 其实会让我们医院的里面 病人的心情会好一点 让医疗通常的压力 会更舒压一点 过去其实也都一直在帮市长 还有我们基隆市 拍许多很多好棒的照片 我自己也有很多照片 是要帮我拍出来 我都觉得最好看的都是他拍的 所以今天由他来做执行长 来操刀策划这一次的活动 我相信对于许多的基隆人来讲 或者许多有机会来这边 来探病房友 或者是病患来讲 可以了解这个伟大城市的发展 我觉得更非常的有意义 有这个机会能够在不同的地方做展出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经验 然后希望这个过程应该 应该会成为之后创作的养分 虽然国际和国内疫情相当严峻 卫福部机动医院为了增进和社区良好的互动关系 还是特地邀请专业摄影师Dennis Chen 也就是钱盛玉提供摄影作品展出 基隆医院院长林庆峰也呼吁民众 在防疫新生活原则指导下 请洗手特定场所地点一定戴口罩 维持社交距离 让艺术展览活动也可以和防疫工作 并重并行民众健康快乐过生活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 过年会用到的南北干货食品安全如何呢? 台北市卫生局农历年前到卖场、市场、餐厅、小吃店 进行抽验 185件中有12件不符合规定 花椒、蔬果、竹参、金针、生鲜水产和糖果等 连结应景食品的卫生安全吗? 台北市卫生局为了让消费者安心采购年货 共抽验了185件产品 有12件不符合规定 其中的11件被检测出残留农药超标的情形 那这一次在抽验的结果里面 品质不合格率最高的就是我们竹参类的一个产品 那原则上这竹参类 我们抽验的14件有7件不合格 所以不合格的几率是50% 那不过其实它相关的一个来源的部分的话 是集中在两家我们台北市的业者 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们也进行相关的约谈 后续会做以食安法进行相关的采除 那在残留农药检验不合格的部分的话 事实上是依据我们食安法第15条第1项第5款 它的残留农药或者是动物用药含料 超过我们的安全农取量的规定 那依法它可以采取新台币6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一个罚还 那当然如果在有一些产品我们抽验之后 那其实我们都会呼吁我们食品业者 应该保留它相关的进货或购买单据 那如果在我们查核的过程之中 有业者没有办法提具相关的证据的话 事实上也会依违反食安法第47条 采发新台币3万到300万元的一个罚还 另外卫生局也强调过年摊位摆放的糖果零食 很容易因为散装而缺乏标示或是标示不清 也恐违法 提醒民众选购年货要睁大眼睛 任命完整标示与包装 加工食品也切勿过量使用 以保障年节为如吃的安全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福您牛年行大运 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